女孩复制出几百个梦幻男友 让他们陪自己玩迭罗汉 还让男友们为爱牺牲 今天今天给大家带来经典奇幻动画 《头脑特工队》 故事要从一个叫莱莉的女孩说起 莱莉的大脑总部里住着五个小人 五个小人会通过控制台来掌管莱莉的情绪 馒头发的乐乐制造快乐 眼睛没悠悠是个爱哭鬼 小虫子怕怕保证莱莉的安全 绿番妹燕也让莱莉远离有毒有害的事物 小红人怒怒负责争取权利 在大脑总部不断会有新的记忆球产生 其中最重要的是核心记忆球 核心记忆球里记载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瞬间 这些小球会塑造莱莉的性格 形成不同的个性小岛 正是这些个性小岛最终构成了我们的女主角莱莉 在莱莉11岁之前 大脑总部的运行状况都很完美 大部分都是快乐记忆 乐乐对此十分满意 但是这种美好的状况 却被一次搬家之旅打破了 由于工作需要 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旧金山 仍然新家并不如莱莉想象的那般美好 这里的食物很糟糕 父母顾着工作和整理新家 也没有太多时间来领会莱莉的感受 所有的一切都让搬家的这天变得有些灰暗 晚上为了抚慰莱莉的小心灵 乐乐编排了一段美好的梦境 莱莉终于在睡梦中露出一丝微笑 第二天一大早 乐乐就叫醒大家开始热身 因为莱莉今天要去新学校报到 乐乐希望能让莱莉拥有一段美好的体验 为此她还专门为悠悠画了个圆圈 让悠悠不要出来乱窜 很快莱莉就到了学校 马上莱莉自我介绍 起初莱莉说的很开心 但是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出来 乐乐感觉到莱莉情绪不对 转头一看 发现是悠悠出了圈子 还碰了记忆球 其他同学看见莱莉哭泣 开始在底下窃窃私语 这是一个篮子的核心记忆球 在大脑中产生了 很显然 这一幕成了莱莉心中的一个创伤 乐乐想扔掉这个不好的核心记忆球 悠悠上前去阻止 没想到好的核心记忆球也被碰了出来 最后乐乐悠悠和所有核心记忆球 都被记忆输送管道卷走 送去了常识记忆区 由于核心记忆球被带走 莱莉的性格小岛也随之熄灭 更糟糕的是 由于乐乐离开了大脑总部 莱莉再也开心不起来了 晚散时 父母尝试抚慰莱莉 但是由于乐乐不在 莱莉怎么也提不起精神 最后还和父亲爆发了争吵 为了让莱莉恢复快乐 乐乐打算从淘气岛的管道上爬回去 这时父亲来到了莱莉房间 他尝试扮可爱逗了莱莉 然而莱莉不仅没有变开心 大脑里的淘气岛反而崩塌了 乐乐和悠悠只好返回了常识记忆去 乐乐没有放弃回去大脑总部 她带着悠悠打算从友谊岛返回 两人开始在迷宫般的尝试记忆去穿行 很快他们就遇到了记忆清洁工 清洁工专门负责处理莱莉不再需要的记忆球 这些记忆球会被送进填埋场 最后在那里被彻底遗忘 就在乐乐探路的时候 友谊岛也崩塌了 原来莱莉和老家的小伙伴聊了天 小伙伴说她认识了新的队友 还一顿猛吹她和新队友之间的默契 就这样感觉被抛弃的莱莉毁掉了友谊岛 之后乐乐和悠悠又赶去冰球岛 路上两人遇到了巷人冰棒 冰棒是莱莉想象出来的玩伴 曾经陪伴莱莉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 但随着莱莉的长大 她渐渐被疏远了 冰棒听说乐乐要返回大脑总部 于是便带着她去抄近路 不过这条近路十分危险 她的名字叫抽象四围区 冰棒三人进入抽象四围区 很快四围区就启动了 三人先是变成立体怪物 接着被分解成碎片 之后三人又变得扁平化 最后变成了三个简单的二维形体 好在三人最后还是依靠窄小的特点 爬出了抽象四围区 不过嘛 由于耽误太久 三人最后还是没能赶上四围猎丑 于是冰棒又带着乐乐悠悠去另一个车站 这一次三人要穿越幻想乐园 闹了有一台生产梦幻男友的机器 专门生产愿意为来历牺牲自己的完美男友 就在三人穿越幻想乐园的时候 冰球岛也崩塌了 因为来历十分不适应新的球队 他对冰球也失去了兴趣 这时冰棒发现火箭车也被清洁工当成了垃圾 火箭车曾经是来历最爱的玩具 从小他就梦想着和冰棒乘坐火箭去往月球 但现在火箭车却被无情抛弃了填埋场 见到冰棒伤心 乐乐赶紧过来安慰他 只要他回到大脑总部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三人抓紧赶路 总算坐上了四位列车 然而随着莱莉睡去 四位列车也停在了半路上 三人等不了那么久 于是决定想办法将莱莉弄醒 三人来到莱莉的梦境剧场 那里正在上演着白天那些不好的记忆 乐乐尝试在剧场里搞惯 然而不仅没有唤醒莱莉 冰棒反而被人抓走 扔进了潜意识区域 幽暗的潜意识里 沉睡着一个可怕的小丑巨人 乐乐故意将剧人弄醒 然后将剧人引诱到了梦境剧场 终于将莱莉吓醒了过来 三人再次乘坐四位列车返回总部 然而走到半路上 城市岛却崩塌了 列车也随之被甩回了常识记忆区 原来这段时间种种不好的体验 终于让莱莉忍无可忍 她萌生了离家出走回去老家的想法 之所以城市岛会崩溃 是因为她窃取了母亲的信用卡 随着莱莉性格的改变 整个常识记忆区也变得岌岌可危 三人在逃跑途中发现了记忆传输管道 但是城市管道很窄 拥有一旦靠近 记忆球就会变成忧郁的蓝色 为了保留这些美好的记忆 乐乐决定独自一人上路 然而刚飞出去半截 管道就出现断裂 乐乐和冰棒都跌进了天脉去 很快冰棒的身体就开始不断消失 乐乐也陷入到悲伤之中 她开始回味那些美好的记忆球 然而却发现里面居然掩藏着深深的忧伤 乐乐这才醒悟 原来自己一开始就错了 对莱莉来说 悠悠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伙伴 是她在莱莉伤心的时候 默默的抚慰着莱莉 就在绝望的时候 乐乐想起了冰棒的火箭车 两人尝试用火箭车飞回地上 然而火箭车却没有足够的动力 为了将乐乐送回去 冰棒偷偷离开火箭车 将乐乐送回了地面上 而冰棒自己却消失在填埋场 乐乐顾不上难过 赶紧去寻找悠悠 当她看到真产梦幻男友的机器时 终于有了回去的主意 她将机器开足了马力 一下生产了好几百个梦幻男友 接着又让这些梦幻男友 叠成人肉飞梯 在一票梦幻男友的帮助下 乐乐终于带着悠悠 回到了大脑总部 此时莱莉已经坐上了回乡的汽车 乐乐知道 只有悠悠才能挽回这个局面 她将悠悠带到控制台 终于让控制台回复了正常 现实中的莱莉 也仿佛想通了什么 终于赶在最后一刻下了车 父母见到失踪的莱莉回了家 没有去责怪她 而是将莱莉紧紧涌入了怀抱 这时一颗夹杂着黄色和蓝色的核心记忆球产生了 记忆球随着输送管道远去 最后形成了新的家庭岛 这次经历之后 莱莉的个性小岛恢复了过来 而且又形成了很多新的个性小岛 情绪控制台全面升级 五个小人又在操作台前 干起了他们的老本行 后面将有着更多的故事留待他们去书写 这部皮克斯出品的喜欢动画 用一个让人泪目的故事 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心理学课程 感性与理性艺术与科学 被完美的编制在一起 所谓完美 说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作品吧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喜欢新兴的解说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